中国人,尤其是中国年轻人,养老投资意识有多淡薄。 此前,蚂蚁金服和复达国际联合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显示,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又超过半数,还未准备养老储蓄。 在购买养老投资产品时,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表示,会优先考虑长期回报,而曾经换起大众理财一时的支付宝,如今又开始操心起人们的养老规划。 最近,支付宝就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养老产品,全民保终身养老金,以养老金家分红,终身合想的保障家收益,全民保产品家收益设置为两部分。 一是保底收益,也就是按照固定比例领取的养老金,二是浮动收益,即根据保险公司按投资收益情况进行的分红。 养老金为把定退休年龄后按月或按年领取,分红则可以每月抢售。 保障终身,以200元为基数,通过支付宝内全民保产品页面的投保计算器,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进行计算了一番。 从左侧的累计养老金可以看出,现在投保200元,55周岁退休就可以开始领钱了,每年领16.8元,如果能够领25年到80岁,那么一共能领420元。 折合年化收益约为1.9%,这部分就是保底收益。 右侧的累计分红则显示,从第二个月就可以开始领取分红。 但是要注意,831.57元是预估收益,实际这部分金额是不确定的。 这点该款产品类都有说明。 目前全民保守次分红已经兑付,从实际分红看,收益率额约3%,已达到高档分红水平。 加上养老金本身的实际收益率仍是1.9%,根据这80岁预估,产品组收益率在4.8%上下,甚至超过了一些理财产品。 二老有所养,回归养老保险本质的创新,显然,全民保中身养老金的收益其实并不出销。 但这也正是保险二字的本质所在,据伦保受险相关产品负责人介绍。 这款新型养老险设计的初衷就是普惠将其保金额降低至1元,打破定期定额的传统投保方式,满足不同家庭处境和财务状况的用户需求。 不是缴费时间和次数限制,让每个用户和家庭都能把日穷积累转化为未来的养老储备。 三一元起头,随时随地可加,灵活没压力,这款由中国人保受险,联合蚂蚁保险共同推出的产品。 还有一个卖点,就是它在行业内首创了养老险,一元起头,随时交配,二月分红,随时提险。 毕竟,现在市面上销售的养老型产品,投保方式多位按年按月,定期定额,稍责每月几千,夺责每月几万,这对部分工薪层来说,成本不小,与这些养老型产品相比,全民保重生养老金,走的是护理网保险路线,可谓是骨骼清奇,画风相当不同,又是一目了然了。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,这款创新养老产品的门槛低,不强制,资金安全有收益,每个人都能够为自己灵活的储备养老钱,想投多少投多少,轻松筹备养老金,最终实现老有所养。 不仅如此,该产品还设置了15天的犹豫期,投保后15天,如果想返回可要求撤销合同,可全额退还保险费,可以说是相当贴心了,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,只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,全民保养老金直接进行购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